環江今晚的NBS Day 來看到奧運 男籃熱身賽 澳洲跟塞爾維亞的交手 戰況相當膠著 半場打完澳洲一分落後 好 來到第三屆 澳洲的Josh Giddy 跳出來搶分 此外還有老將Miers 二十八分領先 中場澳洲八二四比七十三 搶下勝利 巴黎奧運即將到來 前場輸給美國的澳洲 要交手又盡快球星 Nikola Jokic領軍的塞爾維亞 開賽小丑 就在籃下Miers傳給隊友上籃得分 但澳洲王Patty Mills 馬上在底線 放冷箭 表緊三分 而且一顆還不夠 馬上在隊友卡位之後 再不一顆 塞爾維亞這邊 小丑也展現絕活 假動作之後 切勿籃下放進兩分 不過第一節 還是有命中率比較高的澳洲 取得二十比十五點先 來到第二節 Patrusev有點Lucky的三分球 帶動塞爾維亞的反攻 接下來Milutinov在籃下霸氣補扣 幫球隊追到一分差距 儘管澳洲王再次用三分 幫球隊要回領先 無奈獨秒階段 塞爾維亞展現更好的團隊默契 抓到籃板之後的反擊 籃下放進兩分 接著Message又製造對方的失誤 完成妙傳 幫隊友在槍響之前得到分數 半場打完塞爾維亞反倒四十比三十 有領先 到了下半場 來看到剛剛從雷霆 被交易到公牛的Josh Gilly 在中距離以及傳球視野 都有精彩表現 除了展現跳投 以及妙傳給隊友頭三分 還加碼快攻的雙手灌籃 儘管優可以隨後在籃下面對 夾擊 漂亮的勾射 歡迎顏色 但這支的Gilly表現亮眼 獨秒階段再投進個中距離 這場比賽有十二分六個籃板 幫助澳洲帶著三分領先 進入到第四節 而決勝節 塞爾維亞一度超減 不過Patti Mills再次跳了出來 幾乎進去之後勾到湖頂 給隊友投進三分 接著又展現他的運球技巧 擺脫對手投進個中距離 澳洲打出十二比二的攻勢 Patti Mills攻下全隊最高的二十八分 傳出五次助攻 表現毫不遜色 Yokic的十四分十四籃板 而眼看勝負底定在獨秒階段 卻有個小差距 業力跟對方發生衝突 差點變成大場面 還有雙方很快冷靜下來 澳洲這場比賽 靠著第四節一波流的攻勢 就是八十四比七十三 擊敗塞爾維亞 YTUTI 綜合報導 好 三十五歲的Patti Mills 不愧是澳洲王這場 是高效率砍下了二十八分 似乎會個人 第五次的奧運 做好準備 好 至於輸球的一方 塞爾維亞下一場要強碰美國 也是上演小組賽的前哨戰 更是MB跟Yokic的MVP對決 此外更有球評分析 美國隊應該讓一枚道人 A-D單槓先發 二零二四巴黎奧運倒數計時 包含美國隊在內的各個籃球強拳 先後在阿布達比舉辦熱身賽 提前做好萬全準備 前一戰敗給美國的澳洲 第二戰以八十四比七十三 擊敗擁有尼格拉優基作證的塞爾維亞 靈魂人物是三十五歲的老將Patti Mills 他出賽二十八分鐘 高效率的砍進二十八分 也為袋鼠軍團注入一技強心針 Patti Mills全場攪出二十八分五助攻 正負值高達正二十二 絕對無愧於澳洲網的稱號 而巴黎也是他生涯第五次的奧運會 能否帶隊突破上一屆東京奧運的銅牌表現 肯定受到球迷關注 至於塞爾維亞當家中鋒 尼克拉優基作證 貢獻十四分十四籃板三助攻 雖然是以輸球收場 但這還只是熱身賽的調整階段 而且要在意勝負的話 接下來遇到大魔王美國隊 更值得在意 而夢幻隊是要選 Jewel Embiid還是Anthony Davis當剛先發 這個議題已經開始發酵 因為這可能是當今最強的外籍球員 對決奧運男籃霸主的關鍵前哨戰 前比大帝在前兩場熱身賽 平均七點五分 五點五籃板 命中率只有四成五 還有一場是泛滿畢業 表現跟踢補出發 場均貢獻十三點五分 十二點五籃板的一枚道人 比起來確實遜色不少 也難怪會有更換先發人選的聲音出現 然而不講不知道 一講可是嚇一跳 Embiid跟Yogic 兩位MVP中鋒 在過去三年的三次對決 是鉛筆以兩勝一敗戰上風 場均更是有四十點七分 十一點三籃板 還有六點三助攻 完全是神獸等級的輸出 能否把NBA的表現 複製到FIFA賽場 還是小丑技高一籌 帶領塞爾維亞擊退美國 男女籃奧運自班熱身賽 強強對決 記得鎖定未來 好讚 還有沒有